然番剧场!然番啦! 15级 时间来到了中午 民有知主并未归来 风起在这时拿起了电话 拨打了各队队长的电话 当天中午吃完午饭之后 战士们全副武装 来到了庄园的中心处集结 在各队队长汇报了集结情况之后 风起开始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 护送任务开始在即 战团内需要提前统筹物资 进行装备检查 维护等工作 为接下来的联合护送行动 做好充足的准备 待各队队长带着战士们 前去忙碌之后 风起在这时迈步走向了武器库 准备检查武器库的维护情况 母兵大厅 会议室 蓝白色调装饰的空间内 摆放着一张金属打造的大圆桌 一共有30个席位 一上午的等待 参与此次联合行动的战团 已经基本到齐了 一共是15支战团 其中许多都是从其他的前线补给区 特地干来的 坐在主位上的吕夺 在这时看了眼手表 随后望向在座众人开口道 在机场的小虎给我打过电话了 黎明战团的人已经来了 他们刚出完任务就紧急赶过来了 大家少安勿躁 听到这番话 在场的众人表情如常 对于这种情况 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有时候紧急的联合行动任务都是这般 许多战团才刚回到驻地 又紧急着赶往了下一趟任务行程 就在这时 会议室大门被推开了 穿着白色战袍的木晴在这时到来 进门之后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晦积在了迷雾之主身上 他觉得此人的气息似乎有些熟悉 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佩戴着面具的迷雾之主 顿时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威亚席卷而来 但是这股威亚短暂的停留之后 就消散了 这时候的迷雾之主 心中甚至做好了强行突围逃跑的准备 夺取血尸的第一关就是穆清 如果穆清认出了他的身份 那么后续计划也就没有再继续进行的必要 至于王毅这个身份 自然也得抛弃 与自己的性命相比 一切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好在穆清只是短暂的注视 很快就挪开了视线 额头汗水滴落 他强装镇定 穆团长 你迟到了 抱歉 刚结束了前面的任务 才看到紧急球员 各位久等了 此时穆清退去了当初的志气 脸上的呆萌也已不在 身上洋溢着自信 多年前线的生活 让他变得成熟稳重 血与火的胶筑 也让他的内心变得无比强大 他面无表情地来到空着的座位处坐下 随后望向坐在主位的李多 李主管 开始吧 李多听闻当即点头 随后按下了会议桌上的按钮 顿时会议桌的中心区域投射虚拟影像 上面浮现了血石的模样来 接下来 他开始详细介绍血石的来历与功效 以及血石出现后的一系列抢夺事件 一小时的讲述之后 李多站起身来 表情凝重道 各位 这块血石 甚至能影响到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再次拜托各位 一定要将血石送入旧日程 接下来 是护送行动的规划 由总指挥王毅 带与大家详细说明 说完 李多坐回了座位 迷雾之主在这时站起身来 他切了一眼木晴之后 开始述说自己制定的护送计划 看到木晴的到来 他已经意识到了这趟护送任务 想要夺取血石的难度 大幅度提升了 但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他需要的是制造混乱 将水给搅浑了 也只有混乱 才能够让他有机会将血石摄入体内 所以路线规划上 自然是哪里有机会混战 就往哪里设计路线 讨论中 木晴始终没有说话 其余的团长倒是时不时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讨论着修改路线 数小时的商议结束 会议解散 走出会议室之后 迷雾之主正准备折返庄园 这时候身后有声音叫住了他 王毅团长 他在这时缓缓地转身 当看到木晴微笑地站在自己身后 他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有事吗 迷雾之主强装镇定道 王毅团长 我们在之前的联合行动中 有合作过吗 没有 迷雾之主语气平淡 丝毫看不出紧张 是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 木晴在这时点头抱歉道 望着迷雾之主转身离去的背影 木晴的眼中浮现了一抹疑惑 王毅身上的气息 总让他感觉到似乎在哪儿见过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思索片刻 他不在细下 离开了木兵大厅 两天后 今天是护送任务开始的日子 天还未亮 风起与迷雾之主一早就集结了 战团人员开始搬运物资 装备 忙碌许久 伴随着迷雾之主下达命令 战士们步行着朝 木兵大厅广场方向出发了 沿途路上 望着已经戴上面具的迷雾之主 风起的脸上浮现笑意 他想到了昨天的会议 整个会议过程用迷雾之主的话说 那就是虚惊一场 他全程都绷紧了身体 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 甚至想好了抛弃这里的一切 从头再来 但好在木晴并没有认出戴来面具的他 也可以说是 木晴并未记住他当年的气息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夺取血石的计划可以继续展开了 不至于还未开始就夭折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让风起有些不安 他该怎么面对木晴呢 联合护送行动 他其实可以不参加的 这样就可以避免与木晴的见面 同时降低了护送任务中死亡的风险 但仔细想来 他决定还是陪着迷雾之主走一趟 这一趟联合护送行动 或许因为他的出现 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化 他不能保证迷雾之主 是否能度过这次危机 当然 他也没有自信到认为 自己可以保护得了迷雾之主 但至少他全力以赴 甚至以舍弃肉身的代价一战的话 还是能为迷雾之主创造活下去的条件 迷雾之主的利用价值 分为三个方面 他不死 迷雾之主也不死 往后他跟着迷雾之主 渗透琥珀研究院 了解很多历史秘密 他死了 迷雾不死 计划更改为 凌染夺射迷雾之主 迷雾之主能在未来成为 他夺射领域生物能力的战斗力 又或者是 这条时间线让凌染放弃夺射 让他直接面对迷雾之主 以他和迷雾之主的关系 肯定能获悉很多的秘密 说不定 1500年后的迷雾之主 已经依靠自己的努力 知晓了诸多秘密 这些秘密对他来说 都非常的有价值 总之 无论如何 他可以死 但迷雾之主 绝对不能死 否则无疑是前功尽弃了 他死不死 迷雾之主 都有对应的利用价值 所以即使是豁出了性命 他也要保证 迷雾之主的存活 给另一个他 创造有力的情报 亦或是价值 想着心事 他来到了慕兵大厅前的广场 此时一辆辆提前来到的军车 已经在广场区域整齐排列 集结 此时的风气也与一众死刑战团的战士们一样 佩戴上了黑铁面具 站在战阵中 倒是不显得突兀 但他还是有些担忧 自己会被母亲给认出来 就在这时 远处正在与各团长攀谈的母亲似有感觉 忽然转头朝到望来 短暂的对视之后 母亲的脸上浮现了一抹疑惑 就在风气以为自己已经被母亲识破身份的时候 母亲却挪开了视线 看到这一幕 他心中顿时舒了一口气 这条牺牲线 他还是尽可能地不要与母亲接触为好 否则就可能影响到这条反派线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